大家好,我是小安 这应该是我第一次出镜吧 至于为什么要出镜呢 我稍后会跟大家报告 先说一下我为什么停更了一个月吧 差不多一个月 其实理由很简单 就是我这个频道被停止盈利了 具体怎么回事呢 就是在1月29号的时候 我收到了一份邮件 就是这个邮件 然后我就上YouTube查看 然后就发现我的频道 直接整个频道都被停止获利了 原因是重复使用 他人的内容 简单来说 就有感认为我是倒视频的 然后下面告诉我说 什么内容可盈利 什么内容不可盈利 但问题是 我觉得这些不可盈利的案例 跟我都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政策都说了 只要经过有趣或精心的修改 或者加入自己的剧情 或者评论 就是符合盈利条件的 我的视频里面也知道 王文权就是新的主题和剧情 这就已经符合政策了 更不要说我准备 每个视频都要花费十几个小时 从确定视频的主题 到找这个主题相关的素材和资料 然后自己写文案 配音配字幕 反复打磨才能做出最终的视频成品 我真的不知道哪里不符合政策要求了 不过 既然我被停了 没有办法 我得想办法解决 那当时YouTube就给了我两条路 一个是申诉 还有一个是90天后重新申请 那正常人都会申诉 因为毕竟他这个停止盈利的理由就不符合事实 然后我就根据他跟我说的 什么原因 重复使用他人内容 然后做了一个申诉的视频 第二天 就在他停止我频道盈利的第二天 我就申诉了 不过申诉也是在24小时之内被驳回了 所以我的频道目前依然是停止盈利的状态 然后我又是一个稍微有一点佛系的人 你既然把我的频道盈利停了 然后刚好他是29号把我盈利停的 然后刚好2月份过年 然后我就先没有理他 大概在3月 就是前段时间3月份 我才开始在网络上寻找各种各样的方法 看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情况 还真的被我找到了 就是也是同样一个中文区的博主 就是小岛 他也和我一样是被 他是什么 他是什么来着 他也和我一样是因为没有真人出境 然后就被YouTube突然停盈利了 然后根据他的分析 他是现在YouTube好像是AI的算法更新 就是所有 也不能说所有吧 很多就是没有真人出境的 就是解说类的频道 只要YouTube认为你的视频是AI生成的 就是会突然的被停止盈利 很不幸 我就是其中的一员 然后他既然分析了这个原因 根据我的推算 我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我就做了这期真人出境的视频 告诉YouTube官方 我是真人 我不是AI 我不是AI 停止盈利是一个误判 不过我的体量比较小 订阅数比较少 我也不知道YouTube官方能不能看见 所以如果再靠的观众 有能联系上YouTube或者谷歌相关的工作人员的 能帮我联系一下 告诉YouTube官方 我是真人 我不是AI 我会非常感谢 评论群也会放上我的联系方式 有任何相关的建议或者意见 我都非常欢迎 这次事情也给我提了个醒 就是这个YouTube合作伙伴盈利 不能作为主要的盈利来源 因为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就停了 所以在看的观众 有其他的广告或者业配合作 也欢迎找我 我的频道的观众 主要就是20岁以下的年轻人 比较适合年轻的产品或者合作 欢迎找我 欢迎找我 然后以后如果广告和业配 接的比较好的话 也如果下次再被停 你也不会这么删 对吧 不过这次被盈利被停 也是给我提了个醒 就是以后我的视频形式 可能会加入我的真人 或者一个下半身 或者一个虚拟形象 反正以后可能会稍微加一点东西 不要再被误判为AI做的了 其实这段时间 我也没有完全闲着 我也做了几期视频 只不过因为盈利被停了 我也不知道荧幕应该发 会不会发上去 又被误判为AI之类的 所以我也不知道 荧幕应该发 就先把这期视频发上去 看看后续的反响 或者有没有办法 把这个盈利给它恢复了 事情是挺糟心的 好像该交代的都交代了吧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观看 我是小安 下期再见